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多亏了小师叔 我可拿不出这么多家底 我们在这屋子里面设置了三层法阵 只要不是各大宗门长老级的人物出马 都能顶上一阵子 这 这么认真的吗 你已经置身真实战场 敌暗我明 欲得胜 必先未不可胜 开始作战会议吧 两位打架执行战术任务是老手 做计划定战略是短板 所以这次的作战方案我擅自出了一份 都没意见吧 我没意见 这块你比较厉害 先看看再说 此次合作的目的 一位大家与楚南望和修顺利 二位尽快促成他脱胎换骨 主机修成丹炉 都没意见吧 同意 没问题 我也是 为此我们必须做到两件事 首先找出此次接单的杀手 再想办法解决这第一波暗出的敌人 因此我们三人必须随时确保有一人在他身边守护 他们还会来杀我 修真界的暗杀组织和凡间的差不多 大致分成三种 一种是由历史传承的职业暗杀组织 一种是业内资深的独行杀织 还有一种是为了某种目的 被中介人发掘的充当临时杀手的 其中前两种最麻烦 从这次对手使用的人魁符来看 也是前两种人的可能性最大 布局专业 要不是星会小师叔的出现 对手就真的得手了 我 我能问我怎么看出来的吗 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吗 既然他已经半只脚踏入了修真界 也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你想知道呢 人魁符这万一 在暗网鬼市里是最具性价比的产品 可以量产 单线寄件又找不到出处 对于执行低级暗杀任务的职业杀手来说 最常用 就看对方这次的布局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搞清楚你的校际关系 安排了几个狙击点 算准了我们的行动速度 传插了你的同学做杀手锏 紧凑的吊虎离山的安排 既高效又精准 一看就是职业手法 你也该万幸是前两种 如果是第三种 搞不好他已经完蛋了 这 怎么临时工还更麻烦啊 那些临时接单的往往有急迫的目的 常常是比较厉害的高手 但是又不专业 不顾忌有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所以常常亲自动手 也许我们都挡不住 第三种虽然难缠 但是不太顾忌职业生育 所以有时候一击不成 就会担心泄露自己的形藏 多会毁丹 而且工种 如果他们还想在这行干下去 必然会顾忌职业生育 一次不成 必然会继续行动 直到任务完成为止 那 那岂不是没完没了了 他们不怕亏本吗 每一行都希望利润最大化 而他们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品牌 暗网上 有如同某宝店铺一样的评分机制 评分是决定报价的最大参考值 所以他们会不顾一切 维护自身名誉 哪怕亏本 在这种情况下 组织比个人又更麻烦一些 他们也许会派更加厉害的高手出马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那 那他们会不会对我家人不利 怎么都不说话了 修真界有着严厉的法则 不许对世俗之人动手 不然会遭来联合绞杀 或者被修真界通缉 就算你不死 你的家人也不会出事 但是 如果是有传承的暗杀组织 无所不用其极 很可能会用你家人的性命来威胁你 不行 我绝不能让我爸妈出事 哪 哪怕我死了 我得通知我妈 让她闭闭 你干什么 你现在打电话 只会让你的家人的位置 更快地被锁定 都 都是你们害的 为什么要找上我 害我就算了 现在把我家人都扯进来了 要是我爸妈有事 我也不想活了 放心吧 一切有可能受到威胁的要素 我们都考虑好了 前天 我们就已经在暗网下了单 有专人保护你的亲人 我们下一次 担机 这是找什么 小怪的 至少 人 都 有 至少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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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